2004年2月25日 香港成为第一个开展人民币业务的离岸市场 27间本地银行推出人民币存款和兑换服务 标志着人民币走向国际化 在全球有这么多流动资金 可以自由进出人民币的时候 会令金融安全有负面影响 为了要管理这些风险 唯有将人民币在离岸市场国际化 离岸市场最理想的当然就是香港 我在2000年代带银行工会代表团 到北京提出这件事 到07年4月 香港38间银行的人民币存款额 达到255亿元 07年6月 国家开发银行在港发行 首批大约50亿元人民币债券 招额两倍认够 09年7月 香港和内地跨境贸易人民币 结算业务正式展开 2015年12月 国际货币基金会决定 将人民币闹入SDR特別提款权 代表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国际地位的认可 人民币走向国际化 中央说香港功不可没